因长相酷似动漫人物阿拉雷而爆火的崔雅涵 不知大家可还记得 2016年时他凭借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火爆出圈 与十丽奶爸董丽的互动 更只让无数姐姐粉双眼直冒粉红泡泡 这么长大了我妈就把我给嫁给你了 什么 嫁给谁啊 我说要嫁给你 面对如此可爱的阿拉雷 部分有心人士却恶意的预测 称阿拉雷长大后一定会长残 毕竟他的五官不算精致 肉嘟嘟的圆脸也奠定了日后的大脸盘子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从阿拉雷的近照我们可以看出 他不仅没有长残 反而是更加漂亮了 整体气质也是颇具女神范儿 简直就是用实力打脸了一众网友 但近期他的一条视频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当时阿拉雷带着妹妹在雪天录制了一条视频 可细心的网友却发现 姐妹两人的小手动得通红 妹妹的穿着更是单薄 于是就纷纷留言道 小手动得通红却还要被迫营业 阿拉雷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么小就一脸疲惫 翻看一下其他视频 类似的评价竟比比皆是 更有甚者还称 阿拉雷一人挣钱养一家 别把孩子当赚钱的工具 让他们有自己该有的童年 单看这些我想很多人都是不解的吧 其实这一切都还要从爸爸去哪 这档节目说起 当时阿拉雷才年仅四岁 但他展现的乖巧董事 却让网友十分心疼 只见他明明很累 但依旧不让董弟抱抱 因为 为了安慰生病的董爸爸 阿拉雷独自踏上取早饭的征程 期间不知摔倒了多少次 可在面对董弟时 阿拉雷不仅不哭不闹 还反过来安慰董弟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 在一期节目中 阿拉雷被问到来参加节目的原因 而他的回答就是一切事件的起因 我要赚钱养弟弟 一个四岁的孩子是如何说出的这句话呢 是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 还是阿拉雷懂事本性的使然呢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就不过多评价了 毕竟我们也不是事件的当事者 但可以明确的是 从爸爸去哪下车后 阿拉雷的身价明显是水涨船高 参加了广告杂志的拍摄 进行了电视电影的客串 俨然一副进击娱乐圈的架势 在这条道路上 阿拉雷也是吃了不少的苦 调威亚 在大雨中拍戏等 他都尝试过 对此不少网友纷纷吐槽 称阿拉雷的父母不懂事 不知道考虑孩子的身体状况 不知是出于外界的压力 还是阿拉雷学业的需要 近几年 阿拉雷的商业活动 明显减少了很多 但日常生活的分享 还是持续在线 通过日常的分享 部分眼间的网友发现 阿拉雷失去了以往的灵气 多了一些过分的成熟 照片也是统一的标准笑容 像是在笑 但又不是真的在笑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特别的可爱 行啊 终于找到了 船上试试 哎呀哎呀 穿不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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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